4月14日,武汉雷神山医院内最后四位ICUV重症患者被转运至武汉大学中南医院。 雷神山医院患者已实现全面清零,15日这里将关门大击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上午90.03分,雷神山医院一号大门打开,90.42分,第一批两辆救护车鸣笛从雷神山一号门驶出,每辆车内再有一名病人,将转运到20余公里外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继续治疗。 武汉雷神山医院副院长,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副院长袁玉峰介绍,这最后一批转运的病人核酸检测全部呈阴性,转运后将会进行其他基础疾病的治疗。 胭狮子,肝狮子,鼻狮子,多个部位啊,就是为了确定他是一个阴性的病人,所以说可以确定的说这些人应该新冠已经治愈了。 经过1.3万名建筑工人日夜奋战,2月8日,雷神山医院完成施工建设,当晚迅速收治病人。 据院方资料显示,雷神山边设床位1600张,设有32个隔离区,两个ICU。 经过67天的艰苦奋战,已经累计收治患者2011人,其中重症和微重症千余人,康复出院1900余人,3000余名医护人员及志愿者零感染。 雷神山病人清零的,但是我们防控不会放松。